我无意中找到了 我之前在法国家里被偷试的报警单 那大哥把我电脑拿走之后还改了名字 马森是吧 我就看看今天有多少人知道你叫马森 那段时间我基本三个月被炒一次假 最后一次我也没丢什么东西 想不到吧 我就进来看看 我到现在还不明白那个大哥挑东西的逻辑 手机不要要皮夹 包包不要要熟食 我在国内买的十七二十块钱的那些镯子 一个都没给我上 带回家你妈不会打你们 我起初以为他不拿我手机是害怕我定归 结果他拿走了一个我现在都可以知道他在哪的电脑 我看你看了五年了兄弟 你好叛逆啊